高雄 高雄就有一個高雄港 所以他們的海鮮也是非常新鮮 和出名的 這裡有一種甜 就是跟他們的海鮮有關 不過究竟是什麼呢 香港人對台灣的章原消息 一點都不陌生 不過章魚燒和甜 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這裡有賣巧克力味的章魚燒 老闆 不好意思 可以跟你要一份 巧克力口味的章魚燒嗎 好啊 巧克力味的章魚燒 大家看看 我是第一次吃上面 有淋巧克力醬 Oreal粉和棉花糖的章魚燒 我真的沒吃過甜的章魚燒 不知道為什麼好吃 嗯 好脆啊 這裡的章魚燒 甜味會多過鹹味 吃下去不像在吃章魚燒 好像在吃一個脆 但裡面也有麵粉的巧克力蛋糕 但口感其實有點奇怪 因為你會吃得出炸過的熱的 但沾了巧克力醬 但你看看這個章魚多大顆 如果想來試的朋友 可以自己來高雄這裡吃 好脆 這裡也有個好吃 非常吸引我 叫做喜絲雙打 即是芝士雙打 除了有加芝士醬之外 上面也加了芝士味的薯片 試試看 看看 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芝士味的章魚燒 我想說他們的芝士味真的非常香濃 不過最特別的就是他們加了上面的芝士薯片 除了一般你吃到的口感之外 再多一個脆脆的感覺 非常有新意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口味 叫做隱藏版 老闆是沒告訴你裡面加了什麼 叫叫了才知道 原來就是加了泰式辣醬 和菠蘿在上面 讓我試一下 這個蘸了泰式辣醬和菠蘿的章魚燒 他們的菠蘿和泰式辣醬 加起來酸酸甜甜 所以我發現高雄的甜 即是會配搭各式各樣的食物 非常多元和創新 台灣除了有章魚燒這些小食之外 也有非常多特色小食 就像這個刮包 他們台語叫做刮包 他平時夾肥豬肉 花生粉 和酸菜等等的材料 不過在這一間竟然有米甜 這個就是他們的甜的刮包 是不是很多料 告訴大家 其實加了煉奶 紅豆奶酥 炸湯丸 和很多花生粉 看看是不是超足料 讓我試一下 煉奶的味道都很豐富 他們麵包吃下去的口感 其實非常之像饅頭 不過他們是有用過炭烤 令到這個麵包的表面 比較酥脆 然後裡面的湯丸 因為炸過 加上花生粉 整件事好像在吃一個很脆的麵包 這個也是他們另外一個甜的味道 他們竟然有加了薯片在上面 薯片上面還淋了少許糖粉 大家一定很好奇這一塊是什麼 其實它是炸過的芋泥 但裡面還要夾芝士 所以現在趁它熱一點 一開始試一下 我發現台灣人真的很喜歡吃芋頭肉 他們的芋頭泥是非常甜 而且非常順口 裡面還有加了少許芝士 但吃到目前為止我都不會覺得利 我個人的話 比較喜歡吃芋頭加薯片的刮包 因為可以同時把薯片當零食 這樣吃 另外這個芋頭真的非常配 這個刮包和煉奶 非常好入口 整體來說 我認為這一間的甜 是一個想不到的甜 因為有誰會想到 可以在包上面 又淋煉奶 然後又放薯片 所以非常新奇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